罗瑞卿被整内幕 从毛泽东和罗瑞卿的关系来看 罗瑞卿可以说是毛泽东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 他们在1929年相识 1930年初罗瑞卿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期间 毛泽东曾经手把手地教罗瑞卿如何的调查研究 罗瑞卿和毛泽东经常接触 有两个时间段 第一段是在抗战初期在延安 当时的毛泽东曾经让罗瑞卿 去写一本抗日军队当中的政治工作的书 还让他住在自己住处 旁边的一个窑洞里 每天让崔士元给他送饭 一直到把这个书写完了才让他出来 当时罗瑞卿是抗大的教育长 毛泽东经常到抗大去讲话 对抗大的工作做出了很多重要的指示 而对这些指示 罗瑞卿是忠实的执行者 第二个时间段 就是建国以后一直到罗瑞卿来整了 从1949年到1959年 罗瑞卿一直是公安部长 被称为是毛泽东的大警卫员 而且毛泽东 对他的工作基本上是满意的 他还曾经说 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 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 我就感到十分放心了 这个罗长子 就是毛泽东给罗瑞卿 起的一个亲切的昵称 但是毛泽东对罗瑞卿 有很多非常严格 甚至是很严厉的批评 比如说在1950年的8 9月期间 毛泽东就曾经向李克农表示过 对这个公安部 不向他写报告很不满意 李克农听了这个意见 立刻转达给了罗瑞卿 罗瑞卿立刻去见毛泽东 毛泽东问他 你怎么不给我写报告 罗瑞卿回答说 我报告写了 毛泽东严厉的说 那你既然写了 拿我的收条来 罗瑞卿就赶紧解释说 我这个报告 是先报总理 再转成给主席的 那周恩来知道之后 立刻向毛泽东报告说 公安部的一些报告 的确是压在了我这里 是我没有及时地向主席报告 这个事情 就由周恩来替罗瑞卿承担了责任 毛泽东却又对罗瑞卿说 以后报告要直接送到我这里来 另外 你那还有一些什么文件呢 也可以先送给我看看 罗瑞卿立刻就把 当时召开的 经济保卫工作会议的文件 送给了毛主席 主席就在这个文件上批示说 保卫工作必须要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 并且在实际上受党委的直接领导 否则是很危险的 罗瑞卿也立刻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 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并且明确指出 公安部既是国家政权的一个部门 又是党的除奸保卫政策的执行者 是党领导的一个工作机关 还特别强调公安部是在党中央的领导 而各大区各省市地县的公安部门 也是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 1956年的时候 毛泽东在广州散步的时候 突然对他的警卫员李英乔说 他到武汉之后 要到长江去游泳 李英乔就立刻把此事 向罗瑞卿进行了报告 文厅主席到武汉之后 要到长江里去游泳 罗瑞卿汪东兴都反对 他们认为 虽然主席可以在北戴河游泳 但是在长江里不行 那海虽然比江要大 但是江里却比海里要危险 还可能有血溪虫 主席去游泳 万一出点什么事 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 于是罗瑞卿 就去劝毛泽东 主席在长江里不能游 毛泽东问为什么呢 罗瑞卿说 因为太危险了 万一出点什么事 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毛泽东就严厉地说 会出什么事呀 无非你们是怕我淹死 在这个地方吧 你怎么知道 我会被淹死呢 一听这话 罗瑞卿吓了一跳 他连忙解释主席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保卫您的安全 那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 我们不能让您冒险哪 哪怕是一丁点风险也不行 毛主席就吩咐说 先派人去试试 结果派人试了之后 证明可以在长江游泳 于是5月31日 毛泽东第一次游了长江 后来他又要到三峡去游泳 警卫人员试验的结果是不行 毛泽东就没有坚持 一定在三峡游泳 而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 也曾经是非常紧密的 他们二人相识于红军时期 从1930年2月份开始两个人共事 罗瑞卿虽然比林彪要大一岁 但是一直是零的下级 林彪当红四军的军长的时候 罗瑞卿是十一世的政委 林彪当义军团的军团长的时候 罗瑞卿是军团的保卫局长 到了陕北之后 林彪当了红军大学的校长 罗瑞卿任教育长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 罗瑞卿当总参谋长 也是林彪建议的 但是仅仅过了一年的时间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就出现了裂痕 1965年的秋天 当林彪已经决心整罗瑞卿的时候 曾经还对陶珠说过 1960年罗瑞卿对我的合作是好的 但是从1961年开始 他就开始疏远我 封锁我了 到1965年就正式反对我了 后来逃出向罗瑞卿转达了 林彪的这一段话 那林彪为什么对罗瑞卿不满呢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简单的说 林彪对于罗瑞卿有事不经过他 而直接向毛主席进行请示和决定问题 感到不满 同时还对罗瑞卿 有的时候支持别的元帅 而不支持他 林彪感到不满 1961年底 罗瑞卿奉命负责组织一个班子 为林彪起草发言稿 这个发言稿 是准备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发言的 在讨论这个发言稿的第四稿的时候 林彪的夫人叶群提出来 这个发言稿里毛泽东思想 是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当中形成的 这句话意思不完备 应该加上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天才 这几个字 听到叶群的这个意见 罗瑞卿用商量的口吻说 现在不是不再提个人天才了吗 但是叶群却坚持要提 双方相持不下 倒改第五稿的时候 罗瑞卿仍然坚持不加个人天才字样 这个发言稿后来送到了林彪那 林彪就决定撇开这个稿子 另起炉灶在发言 后来林彪在会上 做了和会议精神完全不同的一个讲话 说产生经济困难 恰恰由于我们把许多事情 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 进而还推论得出 过去我们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呢 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 凡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尊重 受到干扰的时候 就会出毛病 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 林彪讲完这些话 毛泽东带头鼓掌 随后毛泽东还在4月29号30号 在武汉同罗瑞卿谈了两次话 他还问罗瑞卿 林彪同志在七千人的大会上的讲话 你能不能也讲出同样的一篇来呢 罗瑞卿回答说我的水平差得远 恐怕永远也讲不出来 毛泽东就说 讲不出来可以学 你们这次给林彪准备的稿子 他没有用 还不是他自己写了提纲去发言的吗 你也可以用这个办法 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 最后按照提纲去讲一遍 毛泽东还要求罗瑞卿 去认真读一些马列的书 1965年的春天 解放军报起草了一篇社论 标题是根据林彪的思路定为突出政治 就是在一切工作当中 用毛泽东思想挂帅 同时还有一个小标题 是毛泽东思想 是当代最高最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主持修改这个社论的时候 罗瑞卿就指着这个副标题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火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提法 问社论的起草人说 这个提法是不是林副主席的原话 还是你们的记录 以前有没有公开箭报过 大家回答说 这个就是林副主席在上海说的原话 报上也用过 但是罗瑞卿感到 这个问题牵涉到对毛主席的评价 如果提法和中央 和毛主席的想法不一致很不好 于是就给当时分管理论工作的 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 打了一个电话 那个时候康生还没有和林彪勾结 所以他实话实说 说这是一个新的提法 如果要这样提的话 恐怕应该问一问中央常委 甚至恐怕还得问问主席自己 另外康生说 还是按照党中央原来的提法比较稳妥 于是罗瑞卿就把最高最活那几个字 给删去了 到了六月份 在罗瑞卿家里 讨论总政治部为再版的毛主席语录 起草的前言的时候 在这个前言上 起草者又加上了最高最活的提法 还是因为这个最高最活提法没有把握 罗瑞卿又立刻打电话给毛主席的秘书 田家英 田家英的答复是 最高最活这个说法不太确切 也不好理解 外国人也不好翻译 最高那么今后就不能再高了吗 是不是还有次高 最活是不是还有次活 难道说马克思恩德斯著作都是死的吗 说是顶峰也不科学 到了顶峰难道不能再发展了吗 由于这样征询了田家英的意见 最高最活的提法 就又从前言当中被删去了 但是罗瑞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删掉这个最高最活 后来竟然成为了他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罪证 当时林彪夫妇正在呼和浩特进行休养 罗瑞卿反对最高最活的提法 让他们大为恼火 于是他们给罗瑞卿又积上了一笔账 1962年秋天 林彪的夫人叶群向中央反映说 林彪指挥部队入福建 累病了需要休息 毛泽东就决定在林彪生病期间 由贺龙来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 毛泽东还多次向罗瑞卿提出 要他多向贺龙请示工作 而罗瑞卿也因此同贺龙的交往多了起来 这也引起了林彪的不满 有一次他在同罗瑞卿谈话的时候突然说 我们的微信不够吧 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吗 罗瑞卿没有明白林彪的意思 后来有人对罗瑞卿说 林彪是不是总觉得你和贺老总接触太多 而和别的元帅接近的又太少呢 这一期间 林彪的夫人叶群也多次打电话给罗瑞卿 进行旁敲侧击 比如说 他会说 总长啊 我们这里是个病人 又不会陪你去钓鱼打牌 你还是多来一些吧 最后促成林彪下决心整罗瑞卿的 是1964年的大比武 1963年到1964年 全军搞了大比武 大比武刚开始的时候 毛泽东周恩来等主要的领导人 都分期分批去看大比武 全军也兴起了军事训练的高潮 推广郭欣福教学法 在全国的各大报纸都宣传 非常热闹 但是没想到这个大比武 引起了时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兼任国防部长的林彪的不满 很多人认为 林彪之所以不满 主要是因为他当时正在养病 忽然有这么一个有关军队的大事情 却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自然他是不满意的 1964年的全军大比武 本来是为了 进一步促进部队的军事训练 提高全军的军事素质和战斗能力 但是这一点 却和林彪之前的治军思路是不符的 早在1960年的时候 林彪就曾经提出来 部队要有四个第一的观点 就是人类因素第一 政治工作第一 思想工作第一和活的思想第一 而大比武提倡搞军事训练 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 却没有突出这四个第一 因此这次全军的大练兵和大比武 林彪是非常不满意的 1964年的11月 林彪借助全军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际 也再一次提出来要突出政治 他还说 各级党委 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 一定要突出政治 他甚至说军事训练不应该冲击政治 相反 政治可以冲击其他 并且要求 1965年应当着重地在军队当中抓政治 林彪的这个讲话 还作为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 下发全军去贯彻执行 在林彪的这个压力之下 大比武活动就这样演起息鼓了 而罗瑞卿对此 却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他曾经还说 不要搞空投政治 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 别的都不好 垮下来 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是好的政治 那就是空投政治 哪里有这种政治呢 因为罗瑞卿的这些论调 大比武之后 林彪就认为罗瑞卿不听话 同他有了二心 甚至问出了罗瑞卿到底是谁的人 这样的话 在搞了很多材料之后 林彪终于决定向罗瑞卿发动进攻了 他通过空军司令员无法线 紧急调了空军的一架飞机到苏州 派他的夫人叶群 带着海军的一份诬告罗瑞卿 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 到杭州去向毛主席汇报 并且嘱咐叶群要躲开其他人 直接找毛主席 叶群到了杭州之后 没有很快见到毛泽东 毛泽东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事情 就让他等着 叶群就只好先和毛泽东的秘书谈了谈 他在杭州还打电话请示林彪 说想写个东西给主席送过去 林彪就批评他说你糊涂愚蠢 意思是说必须要向毛主席本人讲 跟秘书不要讲 叶群只好又去找主席 这一次他还专门写了一个条子 要求和主席面谈 毛泽东也估计叶群底却有事情 于是召见了叶群 这一召见就是六七个小时 可以想象在这六七个小时里 叶群是凭借他的三寸不烂之舌 把罗瑞卿如何在新中国成立以来 不突出政治 搞独立王国 逼迫林彪让贤让权 甚至篡军反党等各种所谓的罪状 给说了个清清楚楚 仔仔细细 据说当时毛泽东听得很仔细 问得也很仔细 但是一直没有表态 不过遗憾的是 最后毛泽东还是相信了叶群的话 12月2日毛泽东就批示说 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 对于突出政治表示杨凤英伟 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的人们 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1965年的12月8日到15日 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扩大会议 后来被人们称为上海紧急会议 会议开始之前 就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宣布 不准记录 严格保密等种种纪律 就连跟随毛主席拍摄的记者前四节 也被挡在了门外 以前这种事情是很少发生的 这位记者立刻感到异样 但是他揣度 既然是具有高度机密 不需要发新闻稿的会议 那拍不拍也不重要了 于是他也没有多想 回到房间等待通知去了 其实不要说摄影记者不知内情 就连很多从北京被召来的领导人 到了上海也根本不知道开会的具体内容 12月10日中央通知刚到昆明的罗瑞卿 马上到上海来开会 毛泽东还说罗回来好吗 全体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去机场接他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罗瑞卿 此时心里还是留有余地的 细心的周恩来总理认为 这样会使罗瑞卿感到事情很突然 就提议 让上海市委书记陈匹显和他的爱人 以东道主的身份去机场接 毛泽东点头同意了 但是陈匹显已经知道了此会极不寻常 于是他就请示 万一罗瑞卿问他开什么会 应当如何回答呢 他得到的答复是先不说 就说总理在驻地等他到那里再谈 作为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县 也随同去机场接机 大概是由于同机有一位空军的使长 一路这样监护 再加上吴法县一改平日里 第三下四的样子 罗瑞卿似乎觉察到有什么不对劲 他一上车就问上海市委书记陈匹显 到底是开什么会 怎么搞得这么紧张 陈匹显无法回答 于是灵机一动 故意指了指前面的司机和警卫 意思是说 人太多在车上不方便讲话 在车上也没有办法干坐着 于是两个人一路上只好东拉西车 谈一谈天气庄稼身体 以及工业生产之类的情况 陈匹显和罗瑞卿以前有过很多交往 以前每次见面 两个人都很亲切自然 但这一回却是如此情形 让罗瑞卿感觉到很是一样 罗瑞卿每次来上海都住在井江饭店 但是这一次却被安排到了 建国西路的一幢花园洋房里 等到快进城的时候 陈匹显就向罗瑞卿解释说 井江饭店已经住满了 所以另外单独给你找了个地方 一直到下车 陈匹显才不得不告诉他 总理和小平同志就在房子里等着你呢 大家都知道罗瑞卿性子很刚烈 为了避免他突然遇到如此大的打击 采取激烈举动 在周恩来邓小平和罗瑞卿谈话的时候 陈匹显还不时让服务员和保卫人员 送一些茶水毛巾等以观察动静 预备好万一发生紧急情况 立刻采取措施 同时为了防止发生更大的意外 陈匹显还事先和市委主管政法的书记处书记 商量对罗瑞卿的住处 采取了一系列保卫措施 比如拆下了门锁 在楼下铺垫了一些草垫子等 罗瑞卿是搞保卫工作的 他一住下 马上明白了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 对此他非常生气又莫名其妙 因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奇怪 被批判的主要人物就是罗瑞卿 却被隔离在了会场之外 而整个会议呢 没有让罗瑞卿到会 全程搞的都是被靠背的批判方式 既没有让他亲耳听到 别人是如何揭发他的 也没有给他哪怕是十分钟的辩护陈述 但是没有被批判的对象 却并不妨碍 林彪夫妻对罗瑞卿在会议上的控诉 他们在会上更加肆无忌惮 信马尤江的给罗瑞卿编造了各种罪名 这次会议印发了十一份材料 仅仅是这些揭发材料 就足以让罗瑞卿吃不了兜着走了 同时这个会议 还进行了深入的揭发和口诛笔伐 批评罗瑞卿最积极的还要数夜群了 他在会上分三次 做了大约十小时的发言 会声会色的描述罗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 要林彪不要挡路 还说一切要交给罗莱负责 夜群不仅在会上发言 会下还在忙着搞串联 是忙得不亦乐乎 毛泽东只参加了第一天的会议 定了一个基本的调子之后 就没有再参加了 其他的会议一程完全交给了林彪 从12月9日开始 会议由林彪主持 会议的主要内容 自然就是批判罗瑞卿了 这一批就批了一个星期 一直到会议的最后一天 林彪在会议上宣布了 撤销罗瑞卿的职务 包括书记处书记副总理 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 军委秘书长等所有职务 对于在这次会议上 夜群所做的发言当中 对罗瑞卿的所有指控 罗瑞卿本人自然是坚决否认的 最后毛泽东提出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 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 挂几百年不行 可以挂一万年 有什么就检讨什么 有人把主席的这个讲话 解读为是要对罗瑞卿网开一面 而为了将罗瑞卿的罪名做实 1966年的3月份 林彪又召开了京西宾馆会议 这次会议的核心依然是批判罗瑞卿 而这次会议 导致了罗瑞卿在3月18日跳楼 这次跳楼导致罗瑞卿受伤很严重 他的双侧多根肋骨骨折 双下肢根骨粉碎性骨折 膝盖骨也严重损伤 而受伤之后的罗瑞卿 并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 最终导致了他的左腿残疾 并且一直困扰着罗瑞卿 但是直到此时 毛泽东仍然不愿意把罗瑞卿打倒 他还曾经设想 要调罗瑞卿到江西去工作 再知晓了罗瑞卿自杀未遂 以此抗争之后 毛泽东铁青着脸说出了三个字 没出息 他可能是在责备罗瑞卿缺乏任性 而林彪险恶地把罗瑞卿的自杀事件 解读为以此来抗拒党中央 抗拒毛主席 他还说共产党员没有自杀的权利 自杀意味着叛党 高岗是以自杀叛党的 罗瑞卿也是高岗式的人物 当时尽管周恩来总理一再嘱咐 北京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 要对外保密 千方百计地保护罗瑞卿 但是也无济于事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 有林彪和四人帮直接插手 医院是没有能力保护罗瑞卿的 也绝对对外无法保密 造反派很快就打听到了罗瑞卿的下落 他们惨无人道的 将罗瑞卿放在一个箩筐里 抬到各处去召开大会 对他进行批判犹斗和羞辱 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罗瑞卿才得到平反恢复名誉 1977年罗瑞卿恢复了职务 多年复闲的罗瑞卿 终于等到恢复职务这一天 于是他不顾左腿的不便 就投入到了忘我的工作当中 但是左腿的病痛 严重地影响了罗瑞卿此后的工作 因为左腿的残疾 罗瑞卿无论走到哪里 都需要拄着拐杖 但是即便如此 走上几步路 罗瑞卿还是会疼得满头大汗 后来也经过了多次治疗 但是效果都不理想 再后来机缘巧合 相关部门 为罗瑞卿请来了两位西德的骨科专家 这两位骨科专家表示 西德在治疗战伤积累了 大量成熟的治疗残肢的经验 以罗瑞卿的病情 他们认为只要前往西德进行手术 取出碎了的膝关节 然后患上人工的膝关节 就能够把腿病治好 有了西德骨科专家如此恶观的判断 罗瑞卿很是高兴 组织上也十分重视 立刻派人前往西德去考察 而西德的相关专家 在研究过罗瑞卿的骨科病情资料 和伤残部位的X光片之后 更是回复说 有99%的治愈率 得到了这样肯定的回复之后 罗瑞卿前往西德去治疗腿疾的事情 就被提上了日程 罗瑞卿也憧憬着腿疾治好之后 可以轻松高效地工作的场景 1978年的7月18日 罗瑞卿在医学专家于霞军的陪同之下 乘坐专机抵达了西德的首都波恩 并且化名无声节 坐到了西德海德堡大学的骨科医院 入院之后 罗瑞卿很快接受了 一系列内外科的检查 并且最终决定在8月2日的上午进行手术 手术是在当天上午7点钟开始的 一直进行到了中午12点左右 这个手术才最终结束 一直等候在手术室外的 罗瑞卿的妻子郝志平 收到了手术十分成功的消息 但是当郝志平想要去见一见罗瑞卿时 却被西德的医护人员 以预防伤口感染的借口给拦住了 郝志平无奈只好在病房外等待 一直等到晚上12点多 郝志平仍然没有被允许去看望罗瑞卿 由于时间已经到了夜里的12点多 并且想着手术已经是成功的了 所以在众人的劝说之下 郝志平就从医院回到酒店去休息 但是让郝志平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别竟然成了两人的永别 郝志平连罗瑞卿的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 郝志平回到酒店之后 刚刚躺下时间不久 电话就急促响起 通知他罗瑞卿病危 让他赶紧赶到医院去 但是当他急急忙忙赶到医院的时候 罗瑞卿已经因为突发的心肌梗塞 在当地时间凌晨2点43分 离开了人世 一代开国大将 就这样客死在了一国他乡 对于罗瑞卿最终的病亡 当时国内的很多专家普遍认为 是西德方面对于罗瑞卿的身体情况 掌握得不清楚 而应对突发情况准备的不足所导致的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两国医护人员之间的语言不通 导致了交流不顺畅 在交流罗瑞卿的身体状况 和罗瑞卿发病之后的抢救当中 沟通也存在问题 中国随同的医护人员势单力薄 无法完成抢救工作 这也导致了最终莫大的遗憾 实在令人痛心疾首